我们现在看这个 我们刚刚解释的是 Laplastic V 等于零 那是因为这个区域里没有 charge distribution 这个 rho 等于零 所以我们用了Laplastic 如果 rho 不等于零 如果 rho 不等于零 那我们就要解 解这个 Poison Equation 我们假定 假设 这个 微分方程 有二解 有两五解 那么就是V1G B2 都满足这个 好 那么 还是一样 我们就定这两个 它的差别 差异就是V3 好 我们把这个取 Laplastic 你把这个带进去 Laplastic V 这个就是Laplastic V1 要等于 rho Y0 Laplastic V2 也要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就是零 所以我们发现 Restreat Laplastic 也要等于零 也要等于零 OK 好 那么 这个 因为Laplastic V1 解这个 这是Laplastic V1 解这个东西等于零 那么边界上面的V呢 如果说边界上面 如果边界上的V 是特定值 它一定要有边界值 告诉你 好 那么还是一样 这里有Row的话 有Row的话 好 那这里有V1 V2 这一点也有V1 V2 两个值 但是它的Laplastic V3 一定等于零 而这个边界上 是V1 一定要等于V2 就说边界上 好 在边界上 V1 有特定值 V1 也就是说V1 等于V2 等于特定值 所以 所以 边界上面 V3 是等于V1 解V2 等于零 边界上是这个 那你现在解出来的是 Laplastic V3 等于零 所以V3 还是一样 V3 不得大于零 要等于零 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 就是V1 等于V2 就是说有V1 V1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第二V1 定理 刚刚证明的是 第一V1 现在我们看第二V1 第二V1 第二V1 是这么说 它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边界 这个边界上的值 是特定值 V等于特定值 然后 我们这个里头 有很多的Conductor 这红色的代表Conductor 这里也有一个Conductor 再画一幅 再画一幅 在这个Conductor的表面 是B B 因为 导体 是一个等位 它的表面是等位面 所以这个电位跟这个电位跟这个电位 它们都是某一个特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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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任何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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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电场 我们可以解这个 我们这个部分不要写 我们可以把这个面 扩充到无限大 就是说一个大的S面 里面包含的一个体积是TOP 不过这个体积是什么体积呢 是这个面里头 导体外面 它属于这个大的表面的内部 属于这些导体的外面 那么这个空间呢 有Charge Density的分布 于是我们说这个区域 我们要解 就有这个区域 一定 它一定是满足 Diverging E 等于Row of Epsilon Zero 这个是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我把这个条件写一下 就是说某一个方 那是这些 位置 道体上各有它的特定电位 电模特即电位 啊 這是说它的电被密度啊 是 怎么分布是固定的 指著此區域是電場有唯一值 你解這個,電場有唯一值 我們現在怎麼證明呢? 證明,我們知道這個地方的電位都是固定的 電位是固定的 這裡有這裡的值,這裡有這裡的值 都固定的 那麼,我們解這個電位,就可以用Laplacian equation 可以用Gauss定律 我們可可用解電場 好,我們假設 這個區域 任意點 這個電場 有每兩個值 它是唯一的值 那我們現在偏偏假設它有兩個值 好,現在假設 我們假設它有兩個值 我就列明 所以,E3是等於E1-E2 如果這兩個不同的話 那麼這個E3就不是固定了 好的,我們再進去 Dive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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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兩個都取 Divergent Operation Divergent E1 我們再減掉 Divergent Divergent 因為它們兩個值都是這個東西啊 所以 Divergent E3 是0 Divergent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是 Laplacian 如果邊界上 Laplacian 如果邊界上 等於0的話 裡頭呢 Laplacian V等於0的話 V呢 它不可以比邊界大 也不可以比邊界小 但是沒有講到電場 沒有講電場 那現在我們 就來看一個 這個積分 元度 E3 BOT DA3 我們看 它在所有的表面上面 E3 是這個里頭認一點的 認一點 但是這一點可以是這裡啊 E3 在这个导体表面 也可以在这里 在这个导体表面 也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在这个表面 在表面 所以O S就是O-surface O-surface 好 我们把这个 用Divergence theorem 1的Closed Surface Integral 要等于 Divergence E3的体积分 体积分 这个套 套就是被包在这个当中的套 这里头 在这些的外面 好 因为Divergence 3等于0了 这里已经告诉我们 Divergence 3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0 所以这个就是0 因为这个是0 所以这个就是0 我们从这里头 就知道 电场 的封闭面积分 等于0 我们现在看一个向量很等式 我们看 Divergence 3等于0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把V3当作常数 它就是乘下 Divergence 3等于0 Divergence 3等于0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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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Average E3是0 这个是0 所以它就剩下这个项目 它就剩下这个项目 E3 E3 Gradient V 但是EV3 E3是0 Fu Gradient 3 所以 这个就变成 Fu E3 Square E3 Square V3 现在我们来用这个 这个积分 我写到这边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 因为这是Divergence 3的体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 B3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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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8 那么这个是 All Surface AllSurface AllSurface 而 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 这个又等于 V3 这愈以 O3 Fu L1 E3 Cubic Tubb L1 L1 O3 L1 這個體積分 因為這裡已經告訴你,divergent等於-E3的三次方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式子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合併以後,就有這個式子 v3乘算-E3向量.ba要等於-負的-E3Square-E4 好,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tor 不是,這個是tor 這個是tor 然後這個是old space 所以這個我們要寫成old space 不是old space,old surface 如果我把這個tor擴充到無限大 如果我把tor擴充到無限大 擴充是無限大 也就是說這個tor包含old space 所有的space 無限大 本來是有限的體積 現在變無限體積 那怎麼變呢? 你這個沒辦法變呢? 到底就是固定大小 那他只有把這個邊界變成無限大 把這個邊界變成無限大 也就是說這個外面這個大 在裡頭看這個S的無限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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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現在這個就變成 現在這個就變成 現在就變成這個 這個其實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什麼? O也是O S 但是啊 現在這個S的無限遠 S 在 無限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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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 這個我們就寫一個 無窮大 就代表old space old space 的意思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old space 它包含這個 包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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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包含這個 好 現在我們說 如果 若 S 為 導體表面 如果是導體表面的話 如果是導體表面的話 一三 等於一彎 要等於 等於 等於這個 導體表面 導體表面 我可能這個是要寫成 這已經 導體表面的話 一三 就等於 零 這是由哪裡來呢? 由 我們剛剛所得的這個 這個 在這裡 零 已經弄得大了 因為 這個 是 old surface 因為 這個等於零 所以 這個積分就是零 就表示 這個 積分是零 這個積分是零 而 這個積分呢 這個積分 這是 D A 這是 D A D A O SURFACE 那 就是說 你在所有所有的 這個 面上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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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呢 通通要等於零 通通等於零 OK 那 這個時候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上面的 一三 這個一三 也等於零 這個一三 也等於零 這個 一三 也要等於零 所以 一三 就等於零 那麼 除了這個 S 導體表面之外呢 若 S 為 外圍 之 外圍之表面 它在無限遠 它在無限遠 無限遠 它在無限遠 的話呢 那麼我們可以 在無限遠的話 我們說 V V一定是跟 R的一次方 成反比 然後 1呢 是跟R的二次方 成反比 所以說 這個 E3 DOT D A 這是外圈的S 不是 All S 是外面的S 這S 去於無窮的 這個東西 我們先不要寫無限遠 它是跟這個R的一次方成反比 那麼 approaches 0 S R approaches infinity 所以在無限遠的地方 這個是0 這個是0 所以 E3 square 也是0 也是0 那麼 E3 square 是0 所以 你看 在外面S 這個地方 E3 等於0 那麼 在 所有這個導體的表面 E3 也等於0 也等於0 所以 我們就有 這個體積裡面 在這個體積裡面 因為這一段等於0 這個是0 這個是0 所以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那就是 等於0 這個等於0 它是等於1 1 又等於1 2 所以 1 1 1 就等於1 2 1 1 2 所以 我們證明出來 如果 邊界值是確定的話 或者是 一個區域裡頭的導體邊界值是確定的話 那你解釋了 dipulse equation poison equation 或者是 divergence equation 你得出來的這個 電位啊 電場啊 都是 唯一種 唯一種 OK 好 我們有了這個基礎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 特殊的方法 來 寫電位 我們下一次呢 就講 影像法 用影像法來寫電位 OK